上個禮拜的重點要回顧一下 其實上個禮拜主要是 把會員資料做讀取 跟寫入相關的列期 這個會員資料當然是在雲端硬碟裡面 會有類似像雲端硬碟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會員資料 我們上個禮拜是直接就把它下載下來 這邊有一個下載格式 裡面可以把它下載成CSV 我們就把它直接下載下來 然後再把它丟到資料庫 不過其實你們也可以試一個方式 未來如果說你不要麻煩 就是不要下載 而是怎麼樣呢 而是直接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類似像開放資料的架構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講到開放資料 是台北市政府 他放在它的Servor上面一個CSV檔 不過如果你未來 要放個CSV檔到你的Servor上面 那可能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要自己有個Servor 但如果你沒有一個Servor的話 你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丟到什麼 雲端硬碟 把雲端硬碟當Servor來用 其實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了 沒問題 那只是說你可能要做一件事 你要先把這個會員資料做一個發布 它這邊有一個發布到網路 那這個所謂的發布到網路 實際上就是可以讓你把這個會員資料 把它轉成一個有點像一個CSV的 那個網路上的一個連結 那個連結實際上你可以是CSV 或者一個網路網頁的結構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這我蠻常用到的 發布到網路上 你可以怎麼樣 這邊選擇 當然它預設是網頁 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網頁發布出去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 我如果說我要變成CSV的話 這邊是一個CSV 然後它前面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整份 因為你可能有好幾個工作表 那如果說你只是要其中一個工作表 比如工作表1的話 那你就選擇這個工作表 把它變成CSV 然後按下發布 我已經發布過了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會有一個這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你會發現你把它執行 它就會怎麼樣呢 直接變成一個CSV 那也就是說如果以後呢 假如你自己要產生一個開放資料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利用雲端硬碟就OK了 其實還蠻好用的 以前可能要自己放個SERVER 現在就不用 有些東西我乾脆直接把雲端硬碟當成一台SERVER來用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幾乎很多東西就不需要一個SERVER了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你不用管一個SERVER的話 等於是說你不用管它會不會被害客入侵 或者防火牆的問題 另外的話平寬你也不用租用 所以有時候 把它乾脆 而且它Google的速度還蠻快的 第一個速度夠快 第二個穩定性夠高 甚至你放在Google硬碟上面 還比你自己架SERVER來的有時候更穩 因為有時候自己SERVER 難保三部五時如果抬電剛好停電 最近又可能會有缺電的問題 剛好停電 你那一區停電 那如果你用那個停電的時間又太長 可能你那個SERVER的UPS時間又不夠 可能就shut down 那就可能連不上 所以如果說你要只是開放資料 然後最簡單的方法用這一個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是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直接就是用那個下載的方法 我剛剛講到的部分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 把這個把它直接發布出去 OK 那今天的話接著來看 所以發布完之後的話 那這邊就有個網址 其實你可以拿這個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改什麼了 其實上禮拜做的那個練習 甚至你可以把那個我們原來是開啟檔案 的部分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好像我們之前有一個練習是那個 開啟之後再把資料塞進去 那那個部分的話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部分呢 來源就不用是open 而是用那個網路上讀取的方式 那今天的話呢 接著繼續來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的來源 假設是那個我們上禮拜講過的 所以今天的話呢 也許延續這個 6-1 開放 資料的處理 那裡面最常見的也許是csv 還有像json 然後另外的話可能是xml 那像這種開放資料 如果放在網路上 人家給你一個連結 那你又沒有辦法把它下載到你的電腦裡面 並且把它存到資料庫 那當然我這邊舉一些比較常用力 當然還有其他格式啦 不過常見大概在這些 那裡面我們上個禮拜已經有練習 這個所謂的開放資料 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就是捷運轉成停車場的坐標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那你把它點進去 我上禮拜從這邊把它下載 那這個網址 本來上面這個網址 進來應該是一個csv檔 不過現在好像說它變成什麼 變成下載 它下載之後變成一個zip 壓縮檔 不過不影響 因為我發現下面這個連結OK就OK了 那這個連結是一個csv連結 那我們如果已經找到它 那並且把它下載 執行之後的話 看到結果就類似長這樣子 把它執行 上禮拜的東西 但其實非常簡單 執行出來的結果 就是它總共有230筆資料 實際上就是在那個 等於捷運附近呢 有哪一些這個停車場 它要把這個資料公佈出來 另外它有給我一個精度跟緯度的資料 那如果這邊總共有4個欄位 假設我今天1234 我上禮拜有把它下載下來 但是今天我希望怎麼樣 希望把這些資料 不是只有秀出來看而已 而是希望再延伸跟那個 上個禮拜那個insert into 有沒有 其實用excuse many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那大概這地方的話 其實重點就是第一個 當然你需要一個data base 一個資料庫 然後再來創一個table create table 那個table名稱也許叫puck 反正就 然後總共有4個欄位 我上禮拜講過 其實你可以 假設你不希望記太多 想那個名稱的話 像我的習慣 乾脆就把第一欄叫ae好了 然後裡面的那個形態就tester b也是tester c也是tester d也是tester 就有點像模擬那個excel 假設我今天創了4個欄位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這些東西先讀下來之後 然後怎麼樣 就是它將來用excuse many 必須是一個串列 那串列裡面還要串列 所以你要把那個結構做 如果忘記的話 把上禮拜的東西拿來看一下 模仿一下 就可以把它insert into 假設我今天這些東西 希望再塞到資料庫裡面 該怎麼做 OK 不過在講資料庫寫入的部分之前 大概複習一下 未來如果說 你要把網路上面的資料 下載下來的話 第一個 一定要先 在你的電腦裡面 一定要用那個pipe install 把這個request把它裝起來 上禮拜沒有裝 你代溫同學應該有裝成功 如果 特別重要 如果你沒有成功 那你抓網路的資料會失敗 所以request這一定要裝起來 OK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能裝起來之後的話 第二個利用它的get get的方法 然後後面就是給它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實際上就是那個網路上面的 那個開放資料的位置 所以未來當然你可以 從那個開放資料裡面可以找到 那找到的方法呢 之後我會再跟各位講 好然後呢 另外你還要知道它的什麼呢 encoding 就是它的編碼方式 那怎麼知道它是CP950 我讓你慢慢跟各位分享一個方法 其實我比較簡單的方法是 比如說任何一個檔案 它下載之後 你可以按右鍵先用那個記事本 記事本其實很好用 記事本把它怎麼樣呢 另存心檔一下 所以如果你encoding不知道是什麼的話 其實你用記事本 另存心檔 看一下編碼方式 如果是ANSI的話 記得喔 你encoding就要等於CP950 如果你是UTU8的話呢 那當然後面就UTU8 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應該目前看到 還沒有比較特殊的 大概就是兩種 一個是CP950 其實就微軟的 也就是如果它是用什麼 sale 另存成CSV的話 那一定都是ANSI 主要我上禮拜講過啦 其實就是微軟的關係 微軟就是不合群嘛 就是它沒有跟別人一樣 其他GoogleUTU8 其他的大部分的軟體 你另存就是UTU8 但是就是微軟 它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這背後為什麼呢 其實也許跟 一些商業利益考量還是怎麼樣 會搞不清楚啦 反正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眼前看到的 那如果說你沒有正確的編碼方式 他會讀取檔案失敗 或者是直接變亂嘛 都有可能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讀取了嘛 把它放到HTML的物件裡面 利用HTML的一個屬性 叫做Test 這個Test裡面就是裝什麼 裝裡面所有的文 這個下載之後的文字啦 而且編碼方式是CP90 所以應該不會是萬碼 那裡面的話呢 會有切割的問題 裡面切割大概就是會 把它需要切什麼 你想說反正換行嘛 它換行其實就是理論上 應該就是只有反斜線R 反斜線N而已 那為什麼知道還有反斜線R 我上禮拜會跟各位講 分享了一個軟體 所以未來你可能還建議 一定要裝這個Nordepad++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可能有些東西 也沒辦法寫 沒辦法把層次寫正確 其實有些還是輔助工具啦 當然你也可以測試 用那個自己再找 實行之後再去改啦 不過我建議 有些東西做一次正確就好了 所以我上禮拜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特殊次元有沒有 它預設的模式是沒有顯示 所有次元 那你可以把那個特殊次元 顯示出來 如果是CR的話 它就是反斜線R LF就是反斜線N 那未來也有可能一種情況 它可能只有LF 沒有CR 那你如果要切割的話 就是直接切那個 就是單一個 反斜線N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切割完之後 並且把它顯示出來 不過切的話第一個 它會先 我是先切什麼 先切那個一列 就是說一筆資料 換下一筆換下一筆 但是切完之後的話 還有斗點的問題 因為我還必須把斗點割開 所以這邊Splitter會有兩次 第一次的話是切一筆 第二個的話呢 就切個別的那個資料的 個別欄裡面的資料 所以可能要切兩次 所以特別注意 我們上禮拜講 第一個Splitter有沒有 先切那個後面的東西 再跑一個回圈 就把它整個跑完 i等於這個1到range 從0開始 那當然最後會多一筆 所以把它減1 那後面的話呢 是切 再切什麼 切那個斗點 最後的話分別把它切開來執行 所以裡面會有0 1 2 3 裡面有四欄的資料 所以把它執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就會是長這樣子 OK 那目前喔 看到的結果是這樣 可是我 不是想要只是顯示 我是希望一邊讀 然後一邊insert into 到那個資料庫 這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 把這部分再延伸一下 利用上禮拜講過那個excuse many 把這些塞到資料庫裡面試試看 畫面先劃給各位 那未來當然這種應用其實會 越來越 越來越多啦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有儲存資料的需求 那就一定會用到那個database 那那個database部分 當然不只是SQLite 其實後面我呢 其實應用的部分 因為SQLite有個缺點就是它一個檔案 那檔案的話意思就是在你自己的電腦裡面 如果你要跟別人分享的話 可能還是比較是建議用那個像 MySQL 比如說它是一個server型的一個database 或者另外一個用file base 就是用雲端式的 以後的話連建server都不需要 不過我想它的概念其實大同 差別只是說呢 一個是放在你自己這一邊 一個是放在server那一邊 那這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再回覆一下 那再想一下延伸性的 把下載的資料 就切割完之後 再丟到資料庫裡面 切割特別的 今天如果你切得順利 它一次就完成了 城市這樣真的做對一次就對了 做不對 可能你一直撞牆 一直寫一百次 你還是都是不會對的 特別注意啦 這個城市關鍵的地方 非常的重要 你只要掌握那個關鍵點 再來就是熟練度 以後的話那要寫什麼 其實就很快就可以完成 我想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重點再回覆一下 確定一下你那個環境 還有你那個做的動作 是否都是正確的 都是正確的